歡迎收看安波南球快訊 獨行行當家球星當石早前為自己國家斯諾文尼亞打了一場熱身賽 在熱身賽比賽的途中當石不小心撞傷了自己的膝蓋 在隨後對陣美國的熱身賽當石也沒有出場 對於當石的傷患看來球迷和記者們都有點擔心 對於今次不慎撞到膝蓋當石他就表示了 這是救傷來的 在早前的三月份我打NBA的時候已經為我帶來這個麻煩了 因此我們做了一次磁力共振 現在一切都很好 看來如果當石這樣說的話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在本屆男子籃球世界盃裡 斯諾文尼亞、忽德國、格魯吉娜和委內瑞拉 將會分為F組作賽 我是Wally,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想緊貼MBA資訊? 快點follow我們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好啦